日本冲神纳巴机场大牌长龙因为卡努台风逼近 航班渡轮几乎都取消 观光客恐怕要留下来过台风天 卡努台风出乎意料可能出现往北大转弯 甚至不排除会登陆日本或南韩 日韩严正以待 不过南韩除了要防台还得当心极端高温 这艘南韩的渔船被烧个金光 20名船员跳海逃生都没有答案 事后火调发现原来是船上的发动机 不堪阳光曝晒真的热到火烧船 但南韩到底有多热 看看泳池大爆满 电影院里也挤满了来吹冷气的民众 这几天高温笼罩南韩 金基道的气温甚至飙到 接近摄氏39度 首尔也有37度 热伤害的人数暴增 四天内累积255人 光是周末就有12个人死于中暑 暴雨刚走热量就来 后面还有台风搅局 国人赴南韩旅游要特别注意天气动态 TV先生总部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